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最近有一种新的矫正方法 就是点一点眼药水就可以减缓近视的加深度数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高登眼镜的医学博士 也就是梁伟青眼睛医学博士 跟我们讨论一下如何用眼药水来减缓降低近视度数 梁伟青您好 你好 梁伟青眼科医学博士 高登眼镜眼科加州九间诊所临床医疗主任 美国角膜塑形近视矫正学会董事成员 大家好 梁伟青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讲到了 其实点眼药水也可以有效减缓近视加深度数吗 没错 其实这个药水不是最新的 现在其实在亚洲在台湾香港跟新加坡 他们都用了那个药水 是1%的H2品药水 用了很久了 是可以控制度数 用1%是可以控制度数 不增加有90% 是蛮好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药水 用1%的浓度 是 就是有很多作用 哦 所以是 复作用是 看圆 看书看经的东西会模糊 跟那个 有一个眼睛觉得 很亮 会怕光 怕光 没错 所以呢 最近呢 有一个研究 在美国有两个研究 这是决定了 其实不需要用100%的浓度那么高 所以在用0.01%的浓度 是简单大概100倍了 这个效效也很好 可能没有90%那么好 其实控制度数不增加有50% 哦 那也很厉害了啦 对啊 所以便让我们做一个option 去控制度数 让它不增加 不要增加 是 一般我们用的浓度是0.01% 我们会再看情况 可以增加到0.25% 到0.05% 还是很轻微的 哦 所以 副作用是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OK 那梁博士 应该要在什么样的度数 然后点多少浓度的药水呢 那要看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时间 那如果他爸爸妈妈都是近视 如果那个爸爸近视可能是超过800度的话 那可能我会用的浓度比较高一点 去控制那个度数 哦 OK 他如果年轻的话 七岁八十开始有近视 所以呢 障碍的度数可能会变得很深了 所以呢 我们会 用药水会增加浓度到可能0.05% 是 浓中应用很少 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 好 可能那个时候会用 除了用那个药水以外 要加多一个therapy 那个矫正方法 可以用Orto-K 可能用软性的 一个多照那个软性的镜片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 要这么说的话 如果只用眼药水 应该是在几度以下的小朋友 比较适合用眼药水 什么时候点呢 梁博士 如果一个小孩子 还是50度 算是8岁的话 这样的话 要用其他治疗 就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用那个药水 就是用一个轻微的 0.01的药水 可能就慢慢增加到0.05% 这样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很好 小孩子会接受比较容易 一天点一次就可以 一天点一次就可以 随时什么时候点吗 还是睡觉的时候点 通常我是吃完饭的时候 在睡觉以前 哪时候点就可以 每天点一次 所以可以控制着度数 就很有修行 是 莱默士那请教一下 因为之前你有跟我们讲过 Ortho-K嘛 Ortho-K也是晚上的时候带 晚上的时候带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不用带眼镜 可以看得很清楚 眼药水有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吗 但是这个药水没有影响视力 噢 OK 眼药水等如 眼药水的视力是没有改变 所以小孩子都很容易接受 OK 但是Ortho-K有一个更好的好处 就是带了早上也不需要带眼镜 因为小孩子大人比较喜欢 所以莱博士有时候提到 双管齐下会更有效用 可是眼药水已经是可以帮助到 近视减缓非常有效用的了 就像是梁博士刚刚所提到的 今天近视呢 可能是因为遗传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后天的问题 可是无论如何 千万都不要让近视的度数 再持续的加深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